我是李小菊,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主要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和戏曲评论工作 我与戏曲的渊源开始于小学时的一个冬日 我跑了四五里路去追看那厢晚帮剧团的演出 因为这是我母亲娘家的剧团 外婆情节引发了我的戏曲之源 我认为戏曲是最能体现中国人民生存智慧和创造力的一门艺术 它传达着人们对生活、对人生、对历史的感悟 表达着人们对是非和善恶的判断 在当代依然焕发着生机 我从来不担忧它的未来 因为戏曲是最懂得逝者生存的艺术 新编系里还有一类是新编古代故事剧 虽然都是讲古代的故事 但是新编古代故事剧和历史剧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于 历史剧它一定是以史籍有记载的古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 而新编古代故事剧是以古代普通的市井小民 他们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为创作题材的 你像白蛇传的故事 其实是在传说的基础之上改编而成的 近年来非常成功的白蛇题材的改编 就是广东乐剧的白蛇传情 那这出戏呢在塑造白蛇形象在表达爱情的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 其实做了很多精致化的工作 跟以往的白蛇题材改编的戏剧作品不同 不同我觉得有三点 一是它对于主题的智情观的一个提炼 再一个就是人物形象这种智真性格的表现 还有一个就是对中国戏曲至美特征的一种呈现 小姐不必客气 这把雨伞留给你们遮风挡雨了 遇此公子你呢 不若 不若三人共一山如何 遮过 杀我 请问公子你何名何姓 小三人 小三名叫她先 可曾娶亲呢 未曾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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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姐姓百名秀精也未曾娶亲 是未曾娶亲 未曾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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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把山崩嶺 把詩生緣 緣緣緣 我已已先 我收得前世縣 在西湖斷去蕭邊 徘徊已尊 已見哪 共亦只見百送借 對一把的生緣 似是一千年 看她收得底首帳 別怕碎於念 也許這就是緣 也許這就是情 只剩下我 有她 我剩下我 有她 我剩下我 我剩下我 有她 我剩下我 一把風青市 情 分之一 一千年 氣死 我已有眼 一花一絲 Yat si yaad maan, peh si yaad kittay saab Yat po yaad ma, yaad din yaad ni, somo chi ni Kong kekula, kong kekula, ai ni ni Kong kekula, ye ni ni Yatakan propera OS learn to play video Kong kekula, e And with DNA killed on the first of us can say it well Don't it's more about reality 表现戏曲舞台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你比如说在舞台剧中 白素贞用水秀功来表现打斗的场面 而在电影之中 他能够借助电影镜头的这种猛太奇的切换 来表现水秀甩出之后的这种战斗力和战斗结果 那这种镜头语言的组合 就把戏曲需要通过想象来达到的舞台效果 给完美的表现出来 白素贞 你这不是 我劝你写下此情就了吧 我 去先 以归依佛门 忘情盗劫 你偏要拆下我夫妻 不可 我 結陣 真正, 連同隔壺的麗磋了 任何情不宜 只要人情遙逆一年了 近年来创作的一部非常优秀的 行电古代故事剧 就是福建普仙戏踏散行 这部戏本来是传统戏 双诸记里的一出 那后来这个编剧周长复呢 他根据传统普仙戏里的两个折子戏 创作出了这部踏散行 这出戏就讲了江文小姐王慧兰 和太守之子陈时中 因缘际会的一出爱情故事 王慧兰和陈时中两个人 其实自幼定有婚约 但二人从未谋面 在战乱之中 二人偶遇接伴而行 因为下雨围绕着一把伞 就展开了动人的爱情故事 在这个戏里边 我们可以欣赏到普仙戏独有的 《傀儡戒》 非常充分地体现了 我们中国戏曲的表演之美 《傀儡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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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世纪》一来呢 现实题材戏曲创作也就是现代戏 非常的兴盛 在我的记忆里边 我认为2021年创作的河南曲局鲁镇 它是非常优秀的一部现代戏 因为我觉得现代戏就是经典小说 经典文艺作品的戏剧改编有很多 取局鲁镇它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抓住了小说援助的精神 同时它彰显了鲁迅精神 取局鲁镇是根据鲁迅的几部短篇小说改编而成 这些小说由孔仪己 祝福 狂人日记等等 在小说的基础之上 编剧虚构了一个地方叫鲁镇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鲁迅的家乡绍兴 在这个镇子里边生活着 它不同小说里边的人物 九金老太呀 孔仪己呀 阿Q啊等等这些人物都在舞台上出现 它的故事主体也是祝福 这个戏的主角是祥林嫂 但是呢 跟祥林嫂同样重要的 是一个虚构人物 鲁定平和另外一部小说 《狂人日记》里边的狂人 这三个人物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这三个人物其实代表了 新文化运动之前 我国社会的三类不同人 他们对于半封建 半知名压迫的觉醒程度 你比如说祥林嫂 她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一个悲剧人物 但是她不自觉被枪害 对于造成自己悲剧命运的 根源 她没有清醒的意识 怎样 我叫你 我给她做来做 Cities crunchy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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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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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出我辛苦 血汗歇 哎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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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出我辛苦 血汗歇 血人疼 外人疼 把我嘴也牵手完 把我嘴也牵手完 血人疼 外人疼 把我嘴也牵手完 牵手完了 老Right vertex 从小可日前站哪 咱们会 早日半夜惹神烦 明日正好示出来 复离 准备 釣复地 准备 复离咒 祝福地 急急忙忙 我会等处复地 而鲁定平他是一个 就进步思想的学生 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 最后他也牺牲在 这场运动之中 这场运动之中 七夕深爱 愿见四生小九斤 写你风朝凌恨 一向入雪雪花香 欢兴成安睡 梦中人 愿见四生小九斤 写你风朝凌恨 一向入雪雪花香 欢兴成安睡 梦中人 你风朝凌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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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时事件改编 他讲了一个老妈妈 在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 过程中 先后失去了 自己的老汉 和五个儿子的 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 看过这部戏的观众 都会对剧中的小仔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个角色 确实是非常富有想象力的 对于这个婴儿 母亲是身怀愧疚的 在众多战事和相亲的生命 和自己小子一人生命的抉择之中 母亲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孩子 只能听见妈妈心跳声 咚咚咚咚咚咚咚 飘得好几好几 我的小子 我的胎子 妈妈抱着你 你别哭 你千万别喊 你听话你听话 妈妈 鬼子听见 让鬼子听见 可了不得 妈妈 我害怕 有妈妈 我想回家 好好好 鬼子走了 咱就回家 你为什么这么狠 你就让攻击打个铃吧 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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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头鬼子的皮血 想咔咔 总结被鬼子全都宰杀 妈妈 我想哭 我好害怕 别哭 别哭 吃奶吧 妈妈 你堵住了我 我 我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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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讨厌 我憋 不不忠 你听 我憋 你憋 我憋 你憋 你憋 鬼子就在头 点上一旦白路的前天 他一旦白路的前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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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想哭 我害怕 山东里有他更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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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里有他更加 冰冬堂 人才老毛口居然上院 尝试吧 我别 一会儿一会儿 我别 小子儿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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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小子儿不哭 小子儿听话 小仔这个形象 就像母亲的思绪一样 突然就出现在剧情之中 你比如说 父亲在迎娶母亲的途中 小仔会跳出来说 我在哪里呀 我什么时候出来呀 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 这也饱含了母亲 对于儿子的深情 这个戏在叙事时间上 采取了很多倒序 插序 补序 等叙事方法 之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闪回 其实就是跟这部戏 是表现母亲的意识流 她的思维活动 她的回忆 她的念想 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这种叙事结构 是跟我们传统戏曲的线性叙事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她借鉴了电影电视的叙事手法 她借鉴了心理学的意识流的 这样一种表现手法 所以说是非常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 戏曲在哪里演到哪里去看戏 这个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答案 如果是在古代 可以是在庭院 庭堂 可以是在戏楼里 也可以在民间露天草台 就当下来说 戏曲的演出场所更加的多元 我们除了在剧院 在露天的舞台 我们还可以在互联网视频平台上去看 其实即使是现在戏曲 在民间在人民生活中的参与度 还是非常高的 甚至是一些非常优秀的演员 你比如说梅花奖获得者 他们也经常下基层去演出 可以说正是基于这种 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双向奔赴 才使得戏曲在民间 在人们的心中扎根都非常深 当阳光和煦的时候 戏曲就百花齐放 当风雨交汇的时候 戏曲就会深植于民间 待时而发 尽管现在人们的娱乐选择 有很多种 我从来不担心戏曲的未来 有一句评论叫 三分虚构 七分真实 也就是说历史剧 它是要建立在 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 进行合理的艺术虚构 无论是什么样的题材 重要的是用戏曲的方法 用艺术的观念 来进行戏曲艺术的创作 基于这种演员和观众之间的 双向奔赴 才使得戏曲在民间 在人们的心中 扎根都非常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